戴姿颖对阵依瑟能的优势点 一往前各种招牌假动作 小戴的往前球路变幻莫测 往前假动作和四方球路线控制独步与弹 线路的变化往往让对手摸不着头脑 二 进攻能力 小戴是很典型的拉掉突击打法 结合停顿假动作破坏对手节奏 找到进攻时机 一板进攻能力很强 反手能力女单最强 不论是反手高远还是过渡 甚至滑板都游刃有余 能支持他做这些技术的 还有他积极的跑动 他的步伐算是女单天花板之一 启动快速 转身流畅 步伐简洁有效 三 体能 从近几年的对阵数据来看 小戴消耗依瑟农拖到第三局 能胶着到最后关键球 小戴依然能步伐流畅跑动杀球 依瑟农往往容易因为体能下降 一旦出现崩盘的情况 依瑟农胜利的可能性为亿万分之一 转变 神经病 一个途角度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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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中文字幕志愿者